我的台南 在台南留下历史足迹的日本 一千年 横跨嘉义河台南的嘉南平原 占定约4500平方公里 如今是一望无际 绿油油的农田 还难想象过去是荒芜之地 1930年 耗时十年之久的间距工程终于完工 水路总长16000公里的乌山头水库落成 滋润了嘉乃平 2014年1月 我前往参观乌山头水库 途经八田路 接着出现在眼前的 是坐落在乌山头水库风景区一羽的水库 在可以眺望整座水库的地方 树立着树立着八田雨衣的铜像 后方则是八田夫妇的墓碑 八田雨衣在台南过了大半辈子的人生 他的诗机也将一袋袋和口耳相传下去 我助力在静止的湖面前倾听 仿佛听到了八田雨衣和他的妻子 外带树回荡在这座水库的校舍 我认识台南是这十年来的事情 然后认识了很多的台南人之后 知道说其实台南人非常跟日本有缘 那那些日本人留下的那些足迹 很少的日本人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我是想要让日本人知道 曾经有很多的日本人住在台南 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 这位八田雨衣先生呢 他在台南盖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水库 据我所知的所谓的水库 就是用水泥去盖的很大的建筑 但是到那边完全打破了我的想象 它就像一个天然的湖一样很安静 在旁边就是有八田雨的铜像 所以可以知道说 那个地方对于台南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飞越文学地景 看见台南乌山头之美 当空的市面是对前天明 专安气的海外 他的最后一路你练和中国的ウォッション 但是我们在众向下 就是有5号码